我也是透过学校这个平台去知道这个比赛和组织的 我也是上一年就已经知道有这个比赛 但因为太迟了所以就没有参加 然后今年知道有这个比赛之后我也是积极参加 然后老师也是吸了很多帮助 最后也成功作出一首歌 首先也是多谢有这个平台 可以让我们在我们自己喜欢的领域里面 可以善善发光 多谢学校很精彩 然后我觉得当然这个比赛对我来说 是非常重大和很重要的 因为我以后也是想在音乐这个路上继续走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给了很多鼓励和动力 可以让我碰到这个基础 我也希望可以在未来的路上 就是可以继续在不同的方面 去作出修改和更大的进步 因为我喜欢音乐 我就想小时候就趁着这个机会 因为那时候也在读英才 趁着有机会有老师的帮助 就开始作一首可以讲真识时光的歌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那时候小时候 所以我遇到很多困难 就是没有灵感 还有我有很多idea的脑子里面 但是写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是 不会那么完整 所以到现在有这个比赛之后 我又继续去修改我这首歌曲 然后再给我们学校 更加专业的音乐老师去修改 然后再做出了很多的补充 因为我现在才初三 所以我还有三年的时间 去慢慢进步 慢慢去再了解 因为我现在 我今次的认识是唱歌 所以呢 但是我都会弹钢琴 我今次是唱歌和钢琴 结合在一起 但我可能下一年 就会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风格 因为我今次的风格就是偏温柔 可能下次就会ROCK些 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